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政权基本上都具备一个特点 那就是建立的时候打天下打得特别特别快 但是最后灭亡的时候也特别快 而且你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 他们的发展巅峰还有最后的毁灭 基本上都是一个路子 除了上次我们聊到的元朝之外 还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 那就是宋朝时候的辽还有金 他们与蒙古帝国可以说是难兄难弟一脉相承 发源的时间都差不多是在一个时间段里面 最后国家的毁灭也都特别快 那为什么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不稳定呢 首先不只是游牧民族 其实汉族也是一样 你要说短命那西晋隋朝也是两个典型 只是除了清朝之外 短命几乎是所有非汉族政权的一个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更不用说了 五湖水六国几乎是所有对历史不是很了解的人 都不知道他们的国号是啥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游牧民族政权的毁灭 基本上都是一套路线 这其中辽帝国的灭亡可以说是代表了游牧民族 从部落走向帝国后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 甚至和后来的金以及庆都差不多 根据资质通鉴的记载 建立辽的契丹人是东晋时候就已经出现的 他们早期细细在内蒙古的南部 以及辽宁省的北部 直到唐朝才逐步形成了部落 武则田执政的时候 他还给中原找个不少乱子 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 这个部落因为生产力的提高 逐渐成了由耶律式统侠的国家 并且在公元907年 随着耶律阿宝基的登基正式建国 你看这个剧本是不是很熟悉 因为金也是这条路线 建立金朝的女真人 发源于今天东北黑龙江的牡丹江地区 是一群以渔猎为主的部落 这个民族最开始是由数十个大大小小 隔离门户户扑搭理的部落组成 结果一个叫完颜无骨奶的人出现 逐渐统一了女真 如此种种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剧情 你可以套用在成吉思汗 诺尔哈士这些人的头上 所以说有牧民族能够建立国家 都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中原的汉人王朝 分崩离析走向衰弱 没有办法管理边境外的其他民族 而这些民族利用大一统王朝时期 和平的发展的机会 努力的学习技术和制度 最后建立起了一个 具有中原王朝制度模式 又有游牧民族彪悍的 战斗力特色的军政国家 但是你看辽与金最后的结局 辽的后期对于各个新崛起的部落 没有什么集中管理的方式 对于这些部落更是拼命的压榨 最后被完颜阿古达给打翻了 金朝建立之后 这个时候的金国已经控制了东北地区 还有淮河以北 领土是非常大 可这个时候啊 金国的原始孤 也不过才两万多的部落兵 这就意味着 这个金国是一个四肢还不健全 头脑都没有发育好的小孩 只是天生神力 一下子就拥有了大量的资产 这是完颜阿古达当年起兵的时候 万万都没有想到的 本身你想让一个发育不全的小孩子 管理这么多的钱 本来就很危险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 但是偏偏呢 这个小孩所要面对的环境还非常恶劣 南方呢 是因为靖康之变之后 结下血海深仇的宋朝 北方呢 是刚刚崛起 而且非常彪悍的蒙古 周围全是不好交流的邻居 恰恰女真人崛起的太快 文化底蕴也不足 处理政务上缺乏经验 这就导致金国的皇权很不稳定 除了末代的皇帝之外 金国其他皇帝 大多数呢 就没有几个是有正经事的 可以说 这些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够建立国家 他的成立靠的是中原王朝 衰弱的时代红利 以及本身具备的优势 比如说他彪悍的战斗力 还有灵活的管理方法 但是当他们由游牧民族 转向封建王朝之后 本身游牧还有渔猎的经济基础 没能够跟得上上层建筑建设的速度 结果就是中原的那一套没有玩明白 自己游牧民族的优势又被耗光了 最终也就进入到了历史的轮回 最终也就进入了